如果你没猜错的话 那就没猜错吧 这头母师看上了这头牛老二 他想得到这头牛老二 然而牛老二却并不想让他得到 母师打算违背牛老二的意愿 他想要强行得到牛老二 吓得牛老二腿都软了 牛老二迅速起身后强装镇定 毕竟他的同伴就站在一旁 他坚信如果真的打起来 他的同伴一定会上前来帮忙的 牛老二站在那里妈妈咧咧的 这给母师也整得有点头皮发麻了 他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牛老二的药理在卖什么葫芦 母师对牛老二的品性还是有所了解 虽说有同伴在 可多半都是吃瓜群众而已 母师还想上去试探一下 却没想到这会居然举着 圆圆弯刀要过来揍自己 这真是我擦了 看来这头牛老二并不是一般的牛 但母师并没有放弃 他们趴在不远处等待机会 牛老二处在那里 气势汹汹的让母师过去单挑 但母师并不接招 毕竟母师也不傻 他们捕猎都会群攻 牛老二以为狮子怂了 于是他就打算撤了 可就他转身的一瞬间 狮子便朝他出了过去了 感受到凉风的牛老二 赶紧回头防御 我擦了 居然还想搞出戏 这多少就有点不礼貌了 狮子的继某被拆穿后 他也感觉有点尴尬 干脆继续趴在地上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牛老二对着地上的狮子 又是一顿裹碎问候 不仅问候了狮子本师 就连他祖上十八代 也一起问候了一个遍 由于牛老二骂得过于难听 阿凡怕教坏小孩 于是就不把牛老二骂的 具体内容讲出来了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牛老二骂了一阵正子没要走 可是他刚一扭头 那狮子就想站起来 被牛老二抓了个正找 于是牛老二再次返回来接着 都说强者是能管理好自己情绪的 果不其然 这狮子被骂得狗姐临头 他也没有发飙 并且趴在地上稳如老狗一般 反倒摆出一副 狮不关己勾勾挂起的姿态 但是他们想吃牛肉的心不死 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 拿下牛老二的绝佳时机 然而就在此时 从树林里冲出来 一头牛老二的兄弟 他应该是刚刚出去撒尿了 现在回来看到这一幕 就看不下去了 愣是要去把狮子揍一顿 这群狮子今天想吃牛肉的希望 看来很渺茫了 看了个擦了 几个月前出了一件大事 也不知道是谁造的呢 孽老二的预产期就快要到了 在孽老二怀孕的这段时间里 他一台当场手术都没参院 但口粮还是按时发放 只是喝水需要自己亲自出来喝 旁边和他一起出来喝水的 是他的头一台 最近天气十分炎热 最高气温能达到非常高 最低气温一点都不低 这方圆几公里 也只有这么一个水泡子 猎老二喝水的时候也非常谨慎 万一熊师院长也要过来喝水的话 那就麻烦了 远处的羚羊还在远处徘徊 他可不想把自己变成涮羊肉 只有等猎老二走了以后 自己才敢过来喝水 好在这里地势平坦 尸也开过 就算有什么风吹槽也不会动 猎老二一眼千里 安全这个板块还是能够保证 猎老二最担心的就是 熊师院长和野狗爵 现在自己怀孕在身 战斗力肯定大大降低 也不知道在休息的这几个月里 猎老二的涛刚技能有没有退步 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开 安全生产 猎老二挺着大肚子行动也不方便 走几步我就觉得赖 他还要不停地观望四周的情况 要是被埋伏了 那他马就一时两量 或许还不止 刚长科主任这颜值怎么说呢 梅青木秀下面 套着一股不要命的感觉 虽然看不出到底有多凶猛 但指定是不好惹 猎老二身至大草原的危险 系数很高 特别是在狗手不够的时候 仅凭这两个好大二 万一遇到危险 那只能是去当炮灰 毕竟这俩小奶子 现在还是实习主任 涛刚技能还没有完全学会 万一冲出来一群野狗老三 那指定要给他们进行一番学术指导 怀孕的主任猎狗不敢大意 他早都想走了 但是这俩蠢货一直喝个不停 于是他又回来催促这俩蠢货 不得不说 这萌萌哒的小二哥还真是帅 走起路来也是一副憨批啊 等到他学会了祖团抛钢术以后 肯定也会褪去这一身的惊涩 成为一个不止不扣的钢肠科主任 小脚马很欢乐 因为他们终于找到水源了 虽然只是一个浅浅的泥坑 但也能让这帮草民狠狠的爽一把 小脚马才出生不久 他一路跟随妈妈的脚步 生怕把自己搞丢了 妈妈往泥坑里冲 他也往泥坑里冲 即使是这样 可还是出大事了兄弟们 由于小脚马忘我的喝水 以至于妈妈不见了都不知道 这下玩独死了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小脚马很焦急 他四处寻找自己的妈妈 可是一眼望去 这些个同类是真的很同 大家都整一个呀 到底谁才是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妈妈又在哪里 此时的小脚马 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小脚马都快急哭了 此时正好有一头成年脚马 缓慢的经过 他赶忙就跟了上去 并不停的在后面叫妈妈 很显然这或是认错了 这头成年脚马让他滚 我都能当你奶奶了 这真的是我擦了 小脚马意识到自己认错了 于是他再次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这一次就更离谱 他居然跑到了斑马的身边去找妈妈 这也太危险了 流氓斑马最喜欢欺负小孩 搞不好闷头给他两脚 小脚马就八笔Q了 好在流氓斑马今天心情不错 并没有收拾小脚马 但是自己的妈妈究竟在哪里 小脚马很无助 然而这一幕却被打工豹看了个满眼 看来打工豹是想把小脚马送去见他的姥姥 此时的小脚马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小脚马在找妈妈的过程中 不见和大部队脱节 这就给了打工豹机会 打工豹朝着洛丹的小脚马 就冲了过去 这下是真的玩毒子了 小家伙不可能跑了过打工豹 打工豹分分钟将其秒杀 这他马上哪脱里去 妈妈没找到 却被豹叔叔送去见了姥姥 小脚马真可怜 才来到这个世界没几天 可能都还没有断奶 这下又被送了回去 希望他下辈子喝水注意一点 王德发在村里承包了一片鱼塘 为了防止有人摸鱼 于是王德发就在自家的院子里 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让王德发万万没有想到 摸鱼的人没拍到 但是拍到了几只大猫 是他马上哪脱里去 一头猛老虎大摇大摆的 就躺在王德发家的院子里休息 此时猛老虎的好大儿也过来了 好大儿到妈妈面前贴了贴 他也准备躺下睡一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德发家的摄像头发出了警报声 摄像头提示母子俩 不要在这里逗留 并让他们赶紧离开 呼噜其来的警报声 让母子俩大吃一惊 这他马什么玩意儿 猛老虎长这么大 也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 他以为是谁要跟他打架 他还让摄像头有本事下来碰一碰 这真的是我擦了 猛老虎站在园地观察了好几分钟 整个院子除了他们母子俩 并没有出现其他生物 应该没人找他打架 此时他也放松了警惕 但是这警报声让他有点扫兴 他并不想在这里睡觉了 猛老虎扭头就往院外走去 猛老虎刚走了没几步 摄像头又开始发出警报 再次提醒他们不要在这里逗留 让他们赶紧离开 这特苗的 猛老虎索性就不走了 他直接在路边躺了下去 这他马上哪说理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王德发请来看管鱼塘的 就他俩在这躺着 谁来摸鱼都跑不了 就算王德发本人回来 估计都要被摁了 过了几分钟 猛老虎的好大尔也换地方了 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 隐隐约又出现了几只好大尔 我擦了 这一下子是下山换源的吧 王德发回家看了监控后 当场就吓尿了 这特苗的 以后谁敢出去乱走 以前这附近也出现过老王的身影 但是只有一头 现在好了 拖架带狗的 等这几个好大尔长大了都战山为王 以后王德发的路就不好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在路上碰见了这样的大猫 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刀了个擦了 皮鞋爬到坡上 抢了猎老二的羊肉 猎老二很不服气 这踏马呢 上岸了也这么嚣张 跟谁打呢 此时猎老二的一条 果冻也赶了过来 虽然他们没办法 直接去掏皮鞋的缸 但是抢点羊肉回来 应该还是问题不大 这条猎老二就不给皮鞋面子 上去就开抢 皮鞋也有点着急了 他很想一口把羊肉吞下去 但自己毕竟不是三嫂科莫多 这就给了猎老二机会 猎老二趁机扯出了 羊肚子里的九转大肠 这可是上等的好货 看来皮鞋在美食 这个板块的造诣 跟猎老二比呢 还是差的有点远 皮鞋干饭主要是吃饱 猎老二则不一样 他要在吃饱的前提下 还要吃的美 像螺蛳粉这种东西 绝壁的美味 坚决不能错过 皮鞋上岸抢食 这种越界的行为 本身就有一定风险 好在遇上的是猎老二 要是遇到一只失群 那指令要把凡甲 给他拖下来扔了 猎老二的韬缸技能 在皮鞋身上饰染不开 他只需要防备着 不被皮鞋咬住就行 其次都是其次 猎老二尝到的甜头 就更加大胆 虽然自己不能拿皮鞋怎么样 皮鞋把自己也不能怎么样 大家都是为了口吃的 没必要搞出其他事情 猎老二咬着羊肉使劲拽 这么整皮鞋就有点不乐意了 都他马快把自己嘴里的羊肉 拽出去了 这就有点过分了 皮鞋死死咬住羊肉 不敢松口 生怕一个不留神 整锅羊肉都被猎老二端走了 就现在剩下的这些肉 猎老二端上能跑飞起来 自己指定是追不上的 他现在只想保护好嘴里 这几十斤肉不被拽走 但是猎老二这瘸子 越拽越容易 皮鞋实在有些忍不下去了 他提着羊肉一个翻身 就开始往破下跑 跑在离水的距离不远 他只要跑进水里就稳了 皮鞋突然的大动作 把猎老二也是吓得不轻 跑在螺丝粉这些上等好过自己去吃上了 再说了 这羊肉本就是抢打工豹的 自己吃到一口都是赚的 无所屌味了 擦了个擦了 发型帅气的油猪蓬蓬 正在外面干饭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打工猎豹正敲咪咪的靠近 如果你没猜错的话 那就一定猜对了 马上就要出大事了 打工豹 今天想要搞一顿蓬蓬牌 箭子肉吃剩一食 记得上次吃蓬蓬牌 箭子肉还是在上次 希望下次吃蓬蓬牌 箭子肉就是在这次 蓬蓬现在还不知道 他马上就要被吃了 战地记者小狐狼 已经做好了捡漏的准备 接下来就看拥有草原 法拉利之城的打工猎豹 如何拿捏蓬蓬这个装备了 打工豹很谨慎 虽然这货势力不怎么好 但也不能完全把它当成虾子 今天就要看谁的发动性比较强了 打工豹还在衡量冲刺距离 他也知道蓬蓬这个装备 老跑得快 只要自己把距离掌握好 再快也快 不过他草原法拉利 蓬蓬似乎察觉到了一样 他开始有点急躁不安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直气 打工豹认为时机已然成熟 只见他一脚地板油就冲了出去 我擦了 速度快到画面都拉死了 草原法拉利果然不是吹的 蓬蓬的神法也不是盖的 他一招高速扭臀 不仅躲过了打工豹的飞坡 还把自己放到了攻击外 这真是我擦了 这把打工豹也是吓得不轻 但是蓬蓬率不过三秒 很快又被打工豹给追了回来 即使身处这种尴尬的场面 蓬蓬的发型衣就不会灵乱 他那笔直的小天线 为他最后的冲刺提供了平衡 急速的变相 也离不开这个小天线的加持 但是在绝对速度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的操作都没什么卵用 要认高速压翻 草原法拉利也不逊任何人 很快 随着一阵狼言自喜 蓬蓬倒在了尘土之中 草原庄威老最终还是标不过草原法拉利 但是在这场追逐的过程中 蓬蓬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 虽然结局并不是他想要的 但这个结局正是打工豹想要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顿蓬蓬排腱子肉已经到手了 但是最后能不能吃到自己肚子里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头老熊狮正在阴道出凶器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一匹四处餐脚马在那瞎得色 不知道这货是假酒喝多了 还是脑袋让流氓半麻给踢了 他看见在树下休息的熊狮院长 不仅没有提吞跑路 反而主动给熊狮院长打招呼 他问院长吃饭了没有 没想到这货也开始装上了 但是熊狮并没有搭理他 嚣张的脚马是真嚣张 既然你不回答的话 那我可走了 脚马说完咬着尾巴就走掉了 现在四处餐都这么嚣张了 这看马上哪说理去 熊狮张了大嘴 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空气 看来是真的老了 就趴着不动都有点呼吸不顺畅了 此时彭彭带着几只大风吹 也从不远处路过 熊狮在壮年的时候 都不一定能追上彭彭 现在也只能看着彭彭远去的背影 彭彭刚走过去不久 几匹流氓半麻也走了过来 看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交通要道 应该是去历史班的必经之路 流氓半麻也看见了树下的老熊狮 但是他没有像脚马那么嚣张 俗话说得好 狠祸话兜手 看来流氓半麻的货还是有点实力 老熊狮看见这帮草棉 也是哈拉子留了一地 虽然自己很想上去收拾这帮家伙 但是很无奈 实力已经不允许了 老熊狮现在想要吃上一顿饱饭 那可是相当困难 只有去解漏 像这些肉质比较鲜嫩的 他都无福消瘦了 英雄驰木 熊狮院长也不得不孤老 流氓半麻的好奇心还是很重 原本可以直接走过去的 可他们发觉熊狮院长 趴在那无动无中 这就有点反常 他们甚至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魅力不够 于是都停下来 想看看熊狮会不会出过来 这真的是我擦了 老熊狮看这几个货也太能装了 他实在有些看不下去 要自己年轻的时候 早都送他们去见老儿了 熊狮只想换个安静的地方待着 于是他步履盘缠的 朝另一个地方走去 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擦了个擦了 完毒死了兄弟们 我们尊敬的熊狮院长先生 也被改装成了三轮 这他马上打出我里去 熊狮最后看了一眼 曾经属于自己的领地 然后驾驶着三轮 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也不知道他这辆三轮还能开多久 能把熊狮改装成三轮的 也只有另外的熊狮能做到 眼前这头熊狮就是改装者之一 为了证明这片区域被自己接管 他果断在地上泼了一碗专属黄糠 这碗黄糠非常重要 这就是在宣誓主权 他现在是这里新的领导者 熊狮做完标记以后 就沿着钢肠大道往前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发出阵阵怒吼 熊狮吼叫声的穿透力非常强 他会利用吼叫声 对方员几公里以内的动物进行震慑 特别是那些有着小九九的流浪熊狮 让他们赶紧离开自己的领地范围 不要过来瞎搞 这钢肠大道的墓边还趴着一头熊狮 就是这两兄弟把老师王改装成三轮的 他们现在不仅接管了老师王的领地 还接管了老师王的后宫主权 这家伙现在是开心坏了 两兄弟流浪了那么久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 作为新上任的狮王 他不断的发出怒吼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成了新的主宰者 熊狮的怒吼声能传播很远的距离 在日常巡视领地的过程中 他们都会靠声控来感知对方的情况 领地是否安全 是否已经发现入侵者 包括发出进攻和求救的信号 这些全都是靠声控实现 这条钢肠大道 就是他们日常巡视的必经之地 新狮王深深的热爱着这片独猎 他对这里垂涎已久 现在终于是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狮王躺在钢肠大道上 感受这片领地带来的喜悦 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一家欢喜就有一家忧 被驱逐并改装成三轮的老雄狮 就很悲惨了 就他现在的硬件条件来说 应该也不会有谁愿意和他集猛 无家可归的他 随时都有可能暴毙以外 最后成为猎狗或者突如旧的盘中餐 安静随时央 viv 谢谢大家